哈囉大家好我是Green 我是Denis 你現在聽到的是陪你一起辦婚禮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阿拉撒亞鬥 耶~~歡迎來到第15季的 SB2 沒錯 奔山野狼是 一個由兩位在日本當上班族的雙男子 Denis還有Green所組成的節目 話題包含 職場生活、飲食娛樂 希望用幽默又不適合的對談 以及旅日Podcaster的身份 陪伴聽眾一起度過通勤上下班 在家工作或者是做駕駛的時間 讓聽眾們可以認真聽長知識 輕鬆聽好舒服的談話性節目 聽完覺得有趣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加上Apple Podcast 還有Spotify五星推薦 Green還有Denis感謝你 感謝你 感謝你 你知道這聲音呢其實是 我已經好轉的聲音了你知道嗎 Yeah這個人他直接上個上上禮拜吧 對上上禮拜開始就是直接喉嚨爆痛然後發燒這樣子 那後來有查出什麼原因嗎沒有 就有去看醫生 但醫生也沒有特別說什麼原因 就有扁條腺發炎嗎 就最常見的 喉嚨痛比較先發炎 週末發燒 後面就降下來了 但降下來之後就好死 不是好死不是 好巧不巧 剛好有寄個出差這樣子 好巧不巧 剛好寄個出差 超級慘 然後那個出差是要去台灣 所以就是要不斷的翻譯 去做雙邊翻譯嘛 然後就瘋狂講話這樣 然後講到最後一天我幾乎是 沒什麼聲音就燒聲大燒聲 幹真是蠻崩潰的 然後回來東京之後呢才慢慢慢慢 把聲音慢慢恢復這樣子 お疲れ様よ マジで 沒辦法就是工作需求就是這樣 然後大家一直都說喝 比如說高濃度威士忌之類的 然後酒精殺菌 我跟大家講 都是叛笑欸 不要亂聽這種胡言亂語 就當下就是我們晚上有聚餐嘛 那我喉嚨很不舒服這樣 他們也有知道啦 就是同事們啊上司們也知道 但想說就是一絲一絲 kimochitake 一開始的時候就 就是喝了一小杯的shot這樣子 就一看乾杯一杯shot 然後喝完之後喉嚨開始越來越痛 越來越痛 就是你知道 酒精會讓你的炎症 就是發炎更嚴重 發炎更嚴重 對 絕對不要聽這種什麼酒精殺菌 噴嚣欸 超痛這樣子 上次聽到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我們兩個學長的IV 的那個養生法 不要這樣子 酒精殺菌 然後咧 洋芋片沒有重量 那他的卡路里也是零半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對對對 還有什麼 當你覺得血管 就是 當你覺得血路不通的時候 就要吃油一點 讓它上潤滑 對對對 哈哈 什麼奇怪的養生法 還有什麼 那個感冒藥要半夜吃 因為這樣才能突擊病毒 對對對 才能突擊那個病毒 才能睡覺的時候 攻擊它 功殺 哈哈哈哈 是 是藥 大概功殺很小這樣子 IV是一個跟我們 我們有一起去那個 富士搖滾的 一個老朋友 這樣子 很幽默 幽默 幽默捏 真的是幽默捏 對 對 Shout out to IV Shout out to 中山吉他社 呵呵呵呵 我們講各種事件 就不斷跑出來這樣子 2023年真的很忙碌耶 你 去了 很多地方 然後 我也去了 很多地方 然後 你人生有變革 然後我人生也有變革 這樣子 你有看你今年搭了幾次飛機嗎 沒有耶 我在看 因為我 有那個嘛 我有那個就是 因為我們出差 基本上都搭 都搭那個日本航空 基本上我就要看日本航空 我今年搭了幾次 就大概算得出來我幾次出差這樣子 啊 嘿嘿嘿 我今天日本航空搭了15次 然後另外因為我有一次是三角飛嘛 所以另外兩邊 架起來所以我今天搭了17次飛機這樣子 天啊 對 出於2嘛 所以大概是8趟 就平均一個月出差 一個多月就出差一次這樣 或者一個多月就要飛一次這樣子 然後我中間還去了富士搖滾嘛 然後今年還爬了富士山 對 但是呢其實 2023年年底有另外一件讓我也是 忙到昏天暗地 忙到翻掉的一件大事情 唉唷什麼事 你要不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事情 你自己講 你自己都自己鋪好了 我想說給你講 結果你要把球丟回來 拜託 你知道 你都突然要自己講那個 就說恨恨 哈哈哈哈 自分的故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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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害羞 你知道嗎 マジでお前 何やってんねん 何やってんねん 就是呢 就是其實 好啦好啦 就是其實 上週 上週的 1P6 最後 對啊 上週啊 應該說上上週啦 上上週 現在雙週跟了嘛 そうだね そうだね 講到的這個 Grooing參加很多婚禮 在今年度的Q3參加了三場婚禮的那個話題 對對 沒錯 但其實呢這個第三場 就是小弟在下本人的婚禮這樣子 そうなんです そうなんです 我們2020年開播以來 奔山野狼雙人組 其中一位終於在今年年底完成了 人生大事 就是Dennis的結婚大日 耶 謝謝謝謝 結婚了 對這個東西籌備了從 呃 其實從5月開始 應該說4月啦 4、5月開始就去看場地 算是比較 4、5月開始 我是第幾集啊 我不知道耶 第13集的第5集 4、5月 是我那個 應該是 單人集數的那個時候 對對 你單口上升的時候 對啦 因為你那個時候開始忙了嘛 你要準備有的沒的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那我就跟你說 那不然就我 我來做單口 就4、5、6月嘛 然後那一段時間就是 走走走 我的行程是 我要常常出差 那時候剛好日本國內有一個工程案 要去現場出差這樣 我的行程就是 呃 搭飛機過去出差 然後 然後週末回來之後呢 去看婚禮場地之後呢 再搭飛機回去出差 再回來 再看第二家婚禮場地 嗯 這樣一個 你知道循環你知道嗎 循環那可能有一個月吧 快一個月 一個多月這樣 4月 4月 對 那時候就決定好可以要辦婚禮 嗯 OK那我們就開始看婚禮場地 這樣子 所以 總共看了三四家婚禮場地 然後最後就選定了 OK這一家 然後之後開始不斷的去籌備各種 呃 婚禮場地決定完之後呢 可以要決定要場地大小 可以要找多少人 開始聯絡人 然後聯絡各種機票 飯店 交通行程 然後思考怎麼移動 然後開始到三個月前 其實真正開始非常非常 密集準備是大概三個月前 啊 開始準備說我婚紗要決定啊 決定我婚紗之後呢 要開始決定 比如說我們當天要送的禮物 日本會送伴手禮嗎 他們叫 引出物啊 通常是三組的一個set 會有一個小禮物 會有一個緣起物 會有一個最後一個大禮 是引出物這樣一個三天set 然後給你當天放在你的座位上 讓你帶走這樣 對啊 開始各種 然後我開始預約二次會的場地 after party的場地啊 然後開始規劃 各種 終於到11月底這樣子 真的是有夠嗎 從前還去了FUJIROCK 還去爬了富士山 對對對 對 然後終於開始8月開始去完 就是算是去完FUJIROCK 可能爬完富士山 8月8、9、10月 開始是比較密集的去準備這場婚禮這樣子 那個時候真的是很忙 每次要錄音的時候 就聽你那天講說 現在又在忙著看婚紗 或者是忙著訂機票啊 或是忙著幹嘛幹嘛的 嗯 是嗎 你們那個時候有忙著 我記得 我們去那個什麼啊 富士搖滾的時候 那個時候 你們已經開始在準備要 就是 维持身材 是没错 有这个规划 有这个计划 你知道 但总是你知道 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所以身材也是 也没有到那么 但是不会到西装穿不下 所以就还OK 这样维持着 不会啦 我觉得 你就算了啦 我觉得那个太太当天超美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对 对 大嫂当天很美 还是不习惯 那个半年的努力还是有成这样子 然后婚礼当天就是 一开始教堂证婚 对 在日本通常会 就日本 我们上次也有讲 就是有分教堂啊 人前世啊 跟神前世这样子 so 我们上礼拜讲的 有没有马上就是现活 不是现学现勇 就是大家可以你知道 复习 马上有remind 所以我们那时候选择是教堂 嗯 对 教堂完 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 证婚完 OK 教堂完戒指 结束证婚仪式之后呢 我们就移动到 我们的餐厅 宴客厅去吃饭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 对 然后教堂证婚的时候是穿了一个西装 西式的礼服 然后中间换衣服的时候还有想说 难得在日本办婚礼嘛 嗯 对 我们之后的第二套就不是穿西装跟礼服 我们就换成了日本的和服这样子 by the way 第一套就是我们S15EP6的封面 诶对 其实偷偷放了一下 对 各位 你们有发现那个是谁吗 哈哈哈 对那其实是Dennis我这样子的那个当时在教堂证婚的那一个照片 这样 对 就是Dennis跟Dennis太太大伤的照片 对 对 然后这张照片拍的人是谁呢 就是我 哈哈哈 对感谢感谢摄影师 哈哈哈 好酷哦 这个巧合 呜 这张照片越看越过去 都是自己人啊 都是自己人 哈哈哈 哎 那当天还有 安排一些活动啦 一些小活动啊 觉得 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 就是因为现在是搬在日本嘛 嗯 那 我的朋友们都从台湾 我的亲戚朋友们 从台湾飞过来 东京一起参加这样子 嗯 对对对 这算是蛮感动的啦 很开心能够有 呃 大家一起来东京 然后一起参加这一场婚礼这样子 真的呢 真的是 真的是一大群的旅游团的感觉 嗯 对对对 一大群的旅游团 真是旅游团的感觉 而且大家都是 远道而来 然后有人因此就是直接 把他安排在自己两个礼拜的大型旅游的 第一站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嗯嗯 有人就是想说 诶 那我来日本玩一周 然后中间就顺便参加一下 Denis的婚礼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蛮有趣的 蛮多人都这样做的 很多人 甚至我觉得最好笑的 最好笑的事情就是 因为 就是 这场婚礼 就是汇集了我 从小到大 不同时期的各种朋友 对对对对 在不同时期 所以他们可能原本互相不认识 就比如说我的高中同学跟我出社会认识的朋友 他们互相不认识这样子 但是就在上婚礼的时候 大家会 对对对 刚好在隔壁桌 或者是我们在after party的时候 大家会互相交杂聊天 就大家 诶诶 见过面 诶 知道这个人了这样 然后 嗯 因为很多人也是像 Grin刚刚讲的一样 在参加完Denis的婚礼之后呢 就顺便去其他地方玩 对对 然后就发生了一些 发生的 不是一些 发生的 很好笑的事情就是 呃 这些人你知道 台湾人会去玩的旅游地点 都差不多 对 然后就会发现 就会发生在 我就是我们 又有个群组嘛 就群组这样 然后就有了回报 说 诶 他们隔天去喝口湖看富士山这样子 哦 然后就 就有巧遇Denis的婚礼的那个 其他做的朋友这样 哈哈 回报 诶 我在这边遇到谁谁谁 诶 好巧哦这样子 真的诶 而且你刚刚提到就是 从小到大朋友全部 就是帮忙 就是 就遇到这件事情 因为我算是当天的伴郎 然后加上 照相 摄影师 然后加上一些翻译干嘛的 所以 翻译官这样 我有很多的机会 接触到你所有的朋友 包括双方的家属都有这样子 嗯 真的 就是 从你真的是很小很小 邻居 我一岁开始 邻居一岁的朋友这样子 对 到你 上一份工作 到这一份工作的上司 这三十年间的人 人生 重要人物 全部都 都有碰到这样子 我觉得这真的超神奇 就很像 你知道就是 漫威的 多重宇宙 突然重叠 全部集合在一起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复仇者联盟了啦 这个差不多是终局之战了 然后重点是他们在富士山遇到就算了 然后那个朋友 重点是同一个朋友 他们在隔两天之后去迪士尼 就遇到另外一群人这样子 幹 你們是一起規劃是不是 沒有 就大家會去拿台灣來東京 可能玩的地方差不多 不是河口湖啊 要不然就迪士尼嘛 跟銀座啊 行宿之類的你知道 然後我朋友就是開玩笑說 怎樣 在這個前後一週 你到哪就會遇到Dennis的那個親友團是不是 東京到處都是Dennis親友團 而且這種大經典你講中文就一定很顯眼啊 對對對對對 講中文 而且平日嘛 講中文這樣子 對 平日講中文 然後看起來就一副外國人那樣子 那就一定是不是 對啊 就是那幾個人這樣 就是很好笑這樣子 大家就是互相認識完之後 咦 你也在這 你也來這玩這樣 哦 對 然後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跟Dennis的這些朋友 甚至是呃 南方 就是Dennis的爸媽親家屬 然後跟呃 Dennis太太的那方面的那邊的家屬 我都完全不認識 但是呢 Dennis的朋友跟Dennis的家人都有聽 我都已經奔山野狼 所以 哦對對對對對 我們在打招呼的時候 我都說初次見面你好 但是他們都說 我知道你 你就是那個Green對不對 你就是那個Green對不對 哈哈哈哈 欸欸 怎麼突然 對對 你是 你是哪一位這樣子 沒有啦 我有聽你節目啦這樣 哦 我有聽你節目啦 哦 你是那個 你有跟那個Dennis做節目對不對 啊 就是你喔這樣子 啊 你怎麼聲音跟那個節目一樣 啊 廢話 同一個人啊 哈哈 廢話就我們 對對對 我摸摸摸摸的吧 嗯 我摸摸摸摸的 對啊 然後大家就 欸 終於見到Green本人了 這樣子 都很 很多都是那個 那種網友見面會的感覺 你知道嗎 笑死 真的 就是 聽了很久的聲音後的是 我們認識了很久 因為在日本這邊 其實有很多朋友 都是因為在辦活動的時候認識 所以都只有線上有互動 然後第一次見到本人 那也是蠻有趣的 然後也有見到一些 很久沒有碰到的朋友 像小歪 小歪有趣嗎 你知道 對對對 Dennis爸爸 嗯 在叫小歪的時候 嗯 他是學我們叫小歪你知道嗎 有嗎 有嗎 我跟你講 我跟你爸爸在聊天的時候 然後 就他就說今天有誰有來這樣子 然後就說誰誰誰有來 然後 小歪的本名 就是 我就跟他說他也有來這樣子 嗯嗯嗯 然後你爸爸就說 喔小歪喔 我知道我有看到他 哈哈哈哈 全世界會叫那個人小歪的 就只有我們兩個人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透過我們節目認識他 對 對對對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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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一次的婚禮呢 也是我 真的是第一次 就是西辦出席啦 就是 喔 那 西辦出席 然後 也把自己 魚有榮焉 魚有榮焉 最重要的好朋友的 婚禮 然後我就把 我就把 就是 女朋友介紹給大家認識 這樣子 對 這個也是今年重要的 呃 古力的變化之一就是 我交到女朋友 就是有機會就是帶他去 介紹給大家這樣 沒錯沒錯沒錯 是一個非常 開朗的一個人 喔對對對 他 而且 而且 因為 人就是物以類聚 所以基本上 古力跟Denis的個性 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周圍的朋友 其實個性跟我們很像 所以 跟我們合得來的人 其實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其實都熟的蠻快的 這樣子 就大家都很好啦 就是不好的人 我就不當朋友了這樣子 哈哈哈哈 所以我對 所以我 他個性很奇怪 我不要跟他當朋友 哈哈哈哈 你不要找我講話 我不想當你朋友 哈哈哈哈 對 然後就 證婚 的時候 然後 呃 吃飯 宴客的時候 加上 二次會的時候 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對 那你覺得 因為你知道 我沒有用主辦方的角度來看啊 就是我是主辦方嘛 我當天基本上就是 忙到一個 有時候不知道自己在幹嘛了 你知道嗎 球員兼裁判這樣 就是怎麼講 沒有 應該說我知道我要幹嘛 但是我的focus專注力 就是一直在當下那個事件 就是我不斷的切入到 這個事件結束之後 就可能像你在辦展場活動的時候 就是不斷有新的事件進來 然後你就要 非常focus在當下的事件 然後 我知道我知道 你就會不斷地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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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嘛 所以其實 旁邊有一個人 欸來接下來我們跟這個男友親友做打招呼 好來來來過來 新郎新娘過來 我們這邊打招呼 來舉杯 欸大家恭喜 欸恭喜恭喜 謝謝謝謝 恭喜恭喜 好來下一桌 欸我們下一桌是女方親友 女方親友在這個地方 好來我們來跟大家 拍個照拍個照 欸拍照的地方 這個齁 這個光線不太好 我們要轉到這邊 大家過去一下喔 欸那個女生的那個女方 新娘子新娘子 新娘子的那個婚紗 記得拉一下 拉一下才有移動喔 好來準備喔 欸那個同學請你把他眼睛張大一點 我們不要閉眼睛 大家準備 一二三 來拍照拍照 喔 欸Dennis真的恭喜啊 哇 太太今天好漂亮啊 好來我們下一桌 來我們南方大學親友 好來南方大學親友 哈哈哈哈 馬這種感覺 我要表達的就是當天基本上 Dennis周圍的狀況就是這個樣子 他永遠會有一個人一直在給他下指令 然後他就必須要移動到某個地方 然後做某些事情 然後也會有很多 因為他們他們當天是主角 就是新郎新娘當天是主角 所以會一直有人過來就是照相跟打招呼 所以基本上Dennis當天 很少有主動可以做某件事的時間 都是基本上都是被動式 就是 呃球來就打球來就打那種感覺 對對 球來就打 會有超級多顆球往你身上飛過來這樣子 對對對對 那個只能打網球拍你知道嗎 一直用灰的這樣子 沒有我剛想講的是說 就是這樣子一個狀況下 所以其實說實話 我比較沒有能夠那麼的沉靜下來 去感受這感覺 就是我對我本身主辦的感受就是 我非常的忙碌這樣子 對 就是 然後可是其實本身來說 跟我自己本身的一開始安排就有關係 就是我就是 有點把行程塞的太滿了這樣 就我塞的非常非常緊這樣子 反正都要花這一筆錢 然後辦多一點比較好啊 比較划算啊這樣 難得大家從很多朋友會從台灣海外飛過來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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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中國台灣一起飛過來日本參加婚禮 那我就想要盡可能的把這個婚禮辦的好玩一點 那行程就可以塞的比較緊湊一點 對 所以當天就是非常非常啪啪啪啪啪 各種行程下去 我想問的問題是說 你用參加者的身份來看 嗯 就是這場婚禮 你覺得哪些點你覺得是最有趣或是很有趣的地方 很有趣的地方喔 蠻多的 每個地方都有 從正婚開始 等你們進場開始之前 在那個會場裡面大家就 炸哇炸哇炸哇 那個時候今天就蠻有趣的 對 嗯哼哼哼哼哼 Dennis平常就是一個 鋼鐵直男 就是 有時候 就是少根筋 但是當天因為是新郎官 的關係 所以 你知道平時看起來就是有一點 有一點鋼鐵直男的樣子 當他穿上西裝 然後要很莊重的走入會場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滑稽的感覺 然後大家滑稽的瞬間 又會覺得哇 這個瞬間太美了 大家就會一直拍手 大家一直拍手幹嘛幹嘛的 然後就是 很有趣 因為看到了 自己朋友不一樣的另外一面這樣 嗯哼哼哼 還有就是 有趣的就是當天 跟 致詞嘛 Dennis致詞一直講錯話 齁 一直講錯話 然後沒講錯一次他就笑一次 然後沒講錯一次 沒講錯一次就被糾正一次 前後總共講錯了三次吧 然後都是同一件事 都是同一件事 就是 Dennis就會說 因為他很謝謝大家千里迢迢的 就是來到他的婚禮這樣子 然後 他的 他的婚禮 我跟你講 他就說 呃 今天很感謝各位來到我的婚禮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出了問題 就是女方就會覺得說 咦 啊 怎樣 是怎樣 一件事 你的婚禮是不是 啊就不是我的 那種感覺 他前後 有更改 有更改 講錯之後 講錯之後被瞪嘛 然後或是被 被 被 被糾正嘛 然後他就 哦 是我們的婚禮這樣子 前後講了三次 我們的婚禮 然後每次都 每次都 很好笑 然後但是最後一次 致死的時候就有正確這樣子 就有講對 對 然後這些日本人有趣在哪裡 就是他會 他會很想要跟其他人 就是產生連結 互動 互動 他講中文的時候 就很希望台灣人可以理解 所以很努力的去講究發音這樣子 然後這個上台是一個很重要 公司一個很高很高的官 然後但是是一個很可愛的伯伯這樣子 所以他講的時候就會說 我今天非常的開心之類的 然後當台灣人發現 我聽得懂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拍手 拍手 瘋狂拍手 我聽得懂 然後這個一個來回發現 欸 幹 我講出去的話 他們聽得懂欸 然後他們還拍手欸 就的時候呢 這個北維就越講越齊勁 對對對 然後就致詞之類的 這個地方也是很有趣 就是你可以看到 一個日本我機上 在講外國語言 然後越講越有自信 講到後來有自信的時候 甚至連 我後來在有人自信的時候 他還直接抬一下土招 這個也蠻有趣的 還有什麼 還有 我們家公司比較 對 就算是 你們家的射風啊 射風是這樣的 比較 算是比較愛和 但大家其實都蠻 蠻友善的啦 對對對 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 對蠻友善的 蠻友善的 還有 我想想看 還有什麼 你自己覺得有有趣的嗎 蠻友善的一個平均價格 來來來來 你知道嗎 就是 在日本你可以切蛋糕嘛 然後比如說 新娘可以把 奶油 抹在新郎臉上啊 這種很甜蜜的畫面 但是呢 你可以選擇 應該說 他有分很多不同的 方案 方案讓你選 就是其中一個方案 那就是說 你甚至可以選擇一個 就是做做樣子的切蛋糕 然後蛋糕其實是不能吃的 他可能就是一個 裡面是一個透明的 比如說 使用等級的塑膠盒 然後上面磨滿奶油 然後新娘就只做做樣子 露刀 他們叫露刀儀式 就是把那個切蛋糕的刀子 然後可以切上去 然後拍個照 這樣子 然後可能可以磨一下奶油 因為上面有奶油嘛 但是單純就是一個 為了那個秀的一個 不能吃的蛋糕 就要6萬塊日幣 然後呢 如果你要一個 因為他們蛋糕 是真的可以切 就是 他就是一個完整的蛋糕 是真的可以切開來 然後 因為你還要配合現場的人數嘛 比如像這次我辦的人數 是80個人 他就會做 要做一個80人份的蛋糕 的話 基本上是 因為80個人的話 我那時候記得 你的菇好像大概是15萬左右 嗯嗯嗯嗯嗯 好貴 就是直接是6萬的Double起跳的 對 對 所以那個蛋糕 就是12萬日幣以上 然後那只是一個 非常簡單的一個蛋糕 就是 他只有一層 然後上面就是有奶油 可能放一些小水果 對 如果你要 把它做成像很華麗 有好幾層那種 非常高 高度非常高的 嗯 婚禮蛋糕的話 嗯 那就是20萬30萬 再往上加 看你怎麼加 這樣子 各位 之後你們在看那個 就是公眾人物結婚的照片的時候 如果看到他們切蛋糕的時候 可以數一下有幾層 大概可以推算 大概是幾十萬這樣 對 單位日幣啦 台幣可能就是幾萬塊起跳 這樣一個蛋糕 嗯嗯嗯嗯 然後當時我覺得這個價格 我不太能夠接受 然後我就決定 我不要切蛋糕 我把它換成開清酒這樣子 然後開清酒那個價格 我覺得非常的划算 就那一大桶清酒 我記得好像是兩 我好像是買兩升吧 還是三 我是買16升還是幾升 忘記了 我那時候算得出來的是 一個人 可以喝1.5杯 的清酒 就是它是一個小杯子的話 我是訂120人份 所以我們80個人 然後平均一個人可以喝1.5杯 就是有些人可能要想喝第二杯 就可以喝 不喝的也沒關係 這樣子 的畫質要10萬塊 那當然換作是我 我也要敲敲開鏡儀式 而且很好玩 然後我還特別買了 這一個喝清酒用的那一個墓碑 馬斯 對 日文叫馬斯 的一個墓碑這樣子 然後那個墓碑是因為是 是要買斷的這樣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這個墓碑是可以讓大家帶回去 當作紀念品 熟熟熟 對 所以大家那時候當天就有穿和服 然後敲清酒 敲完之後呢 就用大家一起用清酒乾杯 然後大家還可以把那個杯子 你知道上面還有人在簽名嗎 可以把它帶回去 對對對 我有找那個老朋友們簽名 這樣子 簽了一圈 所以這是我覺得 我在這場婚禮當中 我覺得做的最對的決定之一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這蠻棒的 切蛋糕 對 不切蛋糕 我想說切蛋糕有另外一些樂趣 像有些人會在 比如說 蛋糕裡面偷放一顆 偷塞一顆粒子 他本人 可能原本只有草莓 他們就會偷塞一顆粒子 或者兩顆粒子在裡面 吃到粒子的人就是中獎 對 這種小遊戲也可以玩 會要去前面領獎品 那個熊哥的婚禮就是切蛋糕 對對對 但是因為他沒有穿和服 他前後都是穿禮服 所以可能比較也比較不適合 去敲那個清酒 因為清酒是一個比較屬於日式的感覺 罵捏罵捏 我個人覺得敲清酒 大家都很新鮮 因為基本上除了日本之外 沒有人會敲清酒 對啦 對 真的 我已經開始習慣清酒這件事情 但是當天很多人 可能甚至都是第一次來 對 所以有這種 第一次看到在你面前敲清酒 大場面 就是哇靠 這個不是只有在計程會上面才有的嗎 居然會在婚禮上面也有 我要拍照這樣子 大部分比如說 台灣有些日商在 比如說開工 或者是慶祝什麼的話 他們也會敲清酒 是一個蠻日本的一個儀式 這樣 對 蠻有趣的 我覺得是最 蠻有趣的一個地方 做的 個人 而且我覺得 那時候也是我比較能夠稍微有一點空閒的時間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清酒 你知道等啊 本不太早 那是我 反而覺得是我一個比較有優於 比較有餘裕的時間 嗯嗯嗯 そうだね 對對對 然後敲完清酒 退場也蠻有趣的 我覺得 你說退場 對啊因為Dennis就介紹他高中老朋友上來嘛 然後放著那個 放著那個 Mister Big 算是中場休息換衣服 escort 對 就是中場 日本有一個習俗文化就是 你新郎新娘在中場休息換衣服的時候呢 會邀請你的兄弟姐妹 或者是好朋友 來陪你一起離開 從主桌 離開會場 到外面 然後去換衣服這樣子 嗯 算了 對對對 這是日本推學這樣子一件事情 那 Greeny剛剛講到的這個事情就是說我 就事前其實就想好了這樣 因為 故事是這樣子 故事是在 我們當時在選那個婚禮的時候 後面有一些 呃一個 Sound system 就是一個音樂系統的這樣子 那其實是要付錢的 都是要付錢的 就當天的狀況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 在那個音樂系統裡面 我發現 我可以用的歌有大概200首左右 有非常多 有日文啊 英文這樣子很多 然後就發現其中一首歌是 我 人生當中 學完吉他之後 第一次上台表演的歌曲 欸 然後 Hold up 嗯 對 然後覺得OK 就是他了 我就是要用他 來當作我的 中場 休息換衣服的 音樂這樣子 嗯 然後剛好呢 當時 就是我的高中好朋友 當時跟我一起 表演這首歌的這位朋友 也有來到現場 對 然後所以我決定邀請他 上台來跟我一起 去 離開會場去換衣服 他沒有到換衣服 他就是陪我走 離開會場之後呢 我們有派一個 幾點合照 然後我去換衣服 他就會 他就回座一上吃飯 這樣子 嗯嗯嗯嗯 所以當天我就有把這段故事 也有跟大家講 這樣子 OK 這是我 第一次 人生上第一次表演的歌曲 這樣 然後我現在 接下來想要歡迎 想要邀請 當時跟我一起表演這位 好朋友 一起陪我 去 休息換衣服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我覺得 蠻有 在我人生當中 蠻有意義的一個小片段 這樣子 我也覺得因為 人生大事件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 在自己的婚禮上面去 標誌一些 重要時刻的朋友上台 我覺得對於這些人來說 都是一個 除了對新郎本人來說 對新人本人來說 會是一個重要的事情之外 對於 就是被邀請參加這些活動的人 也是一輩子的回憶 嗯嗯嗯 對 大家都會永遠記得說 哦 那個時候 對呀對呀 是誰誰誰 Penny 就是 是在 唱那個 Mr.Big的那個 To be with you 一起 一起撤場的啊 之類的 那就會是一輩子的回憶 對 講了這麼多 嗯 我覺得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日本東京辦婚禮的 平均價格好了啦 好啊 來來來來 其實上一集嘛 我們上一集是用 呃 賓客的角度去看這些事情 比如說賓客你的角度 你一個人要包多少錢 這樣 對 是平均的價格 平均的收拔這樣子 嘿 然後接下來我要講的事情是 我用主辦方的角度 去看 嗯 每一個人的 或者說這場婚禮的平均價格 那其實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你辦婚禮當然有 比如說教堂的租借費用 OK你教堂裡面那些 詩歌演唱人員的費用 OK 牧師的費用 OK 我們的婚禮會場 我們其他一些裝飾裝扮 OK 在這邊 在另外一個前提就是說 在日本 很多婚禮會場 他們都有他們所謂的 專屬合約商 嗯 好的 所謂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在我這個教堂 或者在我這個結婚場地 辦婚禮的話 你的婚紗必須 跟我們的專屬合約公司合作 你的百花 你的裝飾 必須必須跟我們的專屬合約合作 嗯 你沒有買禮物 你必須找我們指定的廠家買 嗯 就是所謂的 我覺得有點像霸王條約 嗯 是非常常見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像台灣一樣 很自由的去安排 就是比如說 OK 我選 主要就是選場地 那選完場地之後呢 基本上你就是去 找場地 他們固定合作的 公司去選 你要的婚紗 你要的花 你要的什麼之類的 所以基本上 價格 其實鎖得蠻死的 嗯 我覺得這部分也是 他們用這樣子去維護 價格的一個方式 這樣子 嗯 因為如果你 都是分散的話 可能就打個別戰 你可能就會有一些 價格上的競爭 嗯 但他們就是 用這個方式去鎖住 所謂的利潤 我覺得啦 嗯 結論就是呢 在平均在 東京啦 其他地方可能 有些變化 我不知道 但平均在東京 辦一場婚禮的時候 所有的費用平均算下來 再除以你的 賓客人數 嗯 一個人頭的單價 大概是 五萬到五萬五 哦 或是甚至到六萬 看你的場地 嗨嗨嗨 所以大家還記得 我們上一個節目說 一個人的紅包 平均包多少錢嗎 說完咧 大家還記得嗎 對 平均一個人的紅包 大概平均的單價是 三萬塊嘛 但我剛剛說 你辦一場婚禮 你的人頭的均成本 是五萬塊 嗯 所以意思是什麼 其實在日本 辦婚禮是 你要越多人 你虧越多錢 嗯 嗯 そうだね 這件事情 其實在日本裡面 他們是有一個 已經有潛意識了 但這件事情 對台灣來說 可能非常不可思議 或者是說 對於中國 中國 中華文化的詮釋 欸 辦婚禮 我應該是 邀越多人 賺越多啊 可是因為 就是在前面 剛剛講的那個 回收紅包這樣 對對對 可是在 因為剛剛講 他們那個 已經有 既有的廠商 既有的店家 他們都是 你知道大團體戰 然後把所有價格 都鎖死在那邊 去穩固他們的利潤 所以在 日本辦婚禮的 相對成本 其實是蠻高的 所以平均價格 大概 我問的朋友 因為我身邊有幾位 在日本結婚的朋友 基本上 單位人頭的 價格大概都是 五萬到六萬塊左右 一個人 なるほど 就是你來參加婚禮 基本上我這邊要付出成本 就是五萬塊 所以你 其實是虧的啦 因為你 我每個人都報三萬塊嘛 所以就是你知道 要越多人 是虧越多錢 這件事情我覺得 會是一個比較 讓台灣人會覺得 哪裡 辦婚禮 會虧錢 我其實 不是一個 必須要辦婚禮的人 就是我在 在遇到我現在女朋友之前 然後因為參加了你的婚禮之後 其實那天回去的路上 我其實有跟我女朋友聊了很多 然後我們在準備參加你婚禮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有聊到 就是結婚 婚禮這件事情這樣子 我們有聊過 對於婚禮的看法 要不要辦 因為在日本有分 現在越來越多人是家宴 甚至不辦嘛 對因為在日本 他們的想法就是 你越多人 虧越多錢 他們選擇 把這錢省下來 就是少人數 對 雙方家屬親族 吃飯 結束這樣子 就不用花那麼多錢 這樣子 瘦瘦瘦瘦 然後我跟我女朋友一開始都是 對於婚禮這件事情的態度 都是 其實婚禮可以不用辦 嗯 但是 一起參加過 一場完整的婚禮 因為 加上我們又是工作人員嘛 所以我們 基本上可以接觸到的人 看到的事情更多這樣 參加了一場完整的婚禮之後 你會發現 就是婚禮這件事情呢 很多時候 它不是一個辦給新人的儀式而已 它其實有更多的時候 是辦給自己的朋友 辦給自己的家人 辦給自己的爸媽 雙方爸媽 對 對 的一個重要的一個 呃 場合 儀式 甚至你可以說 甚至你可以說 參加婚禮的主角們 其實 不只有新人而已 在台下 那些 朋友們 也是這群 也是這一次大活動的重要的賓客 重要的主角們這樣子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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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對於 加上日本又是一個 重視 環節 跟所有人 都是主角的一個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有聊到嘛 它不是一個 對對對對對 大型的歷史派對那種感覺 不是 它是一個 大家都在同一個時間 做同一件事情 所以我個人覺得 花這筆錢其實 有它的必要 太好了 你知道聽完覺得 我這邊有自己的感想 你覺得說 有搞大 千美白花 這樣 受受受受受受 因為 如果我沒有參加你的婚禮的話 我可能沒有辦法一次認識到身邊這麼多人 然後 嗯哼 對阿 而且我也跟你認識這麼久了 這是我第一次碰到 那個 Denis爸爸跟媽媽 在台灣嘛 可能平常你也不在東京嘛 對阿 所以他們每個禮拜都收聽節目啦 所以對你是非常熟悉 對對對 阿 你就是Green啊 這樣子 對對對 而且大家都是盛裝出席 所以留下照片的時候 我這一次算是他們專業攝影師之外的 算是親友攝影師 然後不得不說 你拍得到那些畫面 其實很多時候 這群人可能這輩子 一起聚在這個場合 的機會可能就是今天而已了 那些照片除了今天之外 可能就再也拍不到 的那種照片 而且 我們永遠不會比現在更年輕 這個年紀的這個瞬間 在這個地方大家聚在一起 我覺得婚禮某種程度上 就是一個套用漫威世界 所說的 它是一個必然會發生的一個 緣分的匯集的大事件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就是這個婚禮有它的必要 跟它是值得的感覺 對 必要 要講必要嗎 這是個人選擇 但是我會覺得說 你花這個錢 它是值得的 它不會讓你失望 對對對 加上 我跟我周圍的朋友 跟我當天招待的那些人 就是有幫忙去招待的那些人 大家就是大家都回家 路上都很開心 對 我還有 有聽到賓客們這樣講 就是對於主辦方來說 就是最 宽溫 最開心 對 最宽慰的一件事情 對啊 而且我們回去的路上 就是 我們去二次會的路上 跟回去車站的路上 都是搭那個巴士 然後 立川巴士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車牌 是那個 對對對 Dennis跟Dennis太太的 不醉不歸團這樣子 現在那兩張車牌還在我家 對對對 對對對 因為當時就思考到 因為在立川的附近 然後在東京的 不方便 比較西邊 對 對比較不方便 然後我們在移動的時候 從飯店移動到我們的 After Party會場 那時候就思考說 欸 大家難得來 然後Dennis我就找了一個酒莊 日本酒的酒莊裡面的餐廳 瘦瘦瘦 對 所以當天 然後再去聯絡立川巴士 我就直接租了一台 那個 日本的路線巴士 所謂路線巴士就是平常在路上跑那種 有拉緩可以站著的那種 一般普通的巴士這樣子 古定上班要搭的巴士 對對對 你可能每天上班搭的巴士這樣子 對 然後想說這樣子 直接把大家從會場載到 After Party 結婚會場載到比較方便 對 所以安排了來回的一個巴士 對 然後他們就問我 那個巴士 立川巴士就問我說 欸 那你這個巴士名稱要怎麼取呢 因為他們可能要哪個牌子 到底怎麼叫這樣子 然後就想了一下 不醉不歸團 用 對對對 就是我的名字 Denis 我的名字跟 我老婆的名字 後面接一個 不醉不歸團 然後我那時候就日本漢字 我就選 而且這漢字打得出來是 他們常用漢字裡面的漢字這樣子 嗨嗨 對對對 就無疑兩邊都看得懂 這樣蠻好玩的 蠻好玩的 一個idea想法 大家也不用擔心嘛 因為就是有巴士 有不用擔心來回的方式 然後也不用擔心說 欸轉車怎麼轉 比較麻煩 就直接打巴士來回 把他送回去 so 然後當天大家結束的時候 就拿那個牌子 就是拍拍照這樣子 也蠻開心的 我們也聊了50分鐘了 好啦 那進入收尾啦 進入收尾了 請問一下呢 我們這個熱騰騰的新婚 燒滾滾 燒滾滾的一個剛出爐的新郎 現在變成丈夫 哇天啊 你是人夫丈夫了 請問一下兩個問題啦 就是你從一個未婚男士 然後經過婚禮 然後成為已婚人士 到現在生活應該也一個月了吧 對不對 請問一下你對於 就是這個轉變 在你生活中 你有沒有感受到已經轉變 或者有有沒有感受到什麼樣 什麼地方不一樣 我覺得婚禮當天 已經被糾正三次了嘛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意識的轉變 就可能真的結婚之前 是比較屬於我的一個本位思考 你就是思考是以一個人的單位去出發 當天也被糾正三次了 那後面真的會有慢慢的去 開始有意識的去覺得說 我知道說 然後也覺得必須要 開始用我們這個本位思考 你所有單位都必須以兩個人去出發 哪有活動 是我最近這一個月有意識到 並且積極的 或者是說 再去思考一些事情的時候 會慢慢去切換這一個視角 你是以哪一個組位去思考這件事情 不再只是一個人去移動 而是一個團體去一起 去移動了這樣 嗯 嗯嗯嗯嗯 なるほど 這個身為認識這麼久的老朋友 然後又是Dennis本身又是射手座 他上身是巨蟹啦 但是我覺得他開始有活出巨蟹的樣子 開始就是30歲之後的個性會慢慢展現在上身星座上面 所以開始有展現出有別於年輕時期向外探索的射手的個性 開始有一種就是你這一個月 你說你是我聽你這樣轉變 你開始有巨蟹座最標準的那個所謂的 呃家庭的感覺了 那我覺得是之後必須的啦 Happy for you happy for you 對必須一件事情 等一下你下一個問題是對於接下來你新婚生活啊 哇哦 嗯哼哼哼哼 看新婚生活講起來 哦 呃 哦 好好刺激好開心哦 請問你接下來對於接下來新婚生活有沒有什麼樣的期待呢 年底要去旅遊啦 哎呦 年底要一起去 對 Honeymoon 算是新婚旅行 沒錯 要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嗎 你說分享去哪裡嗎 對對對 因為還沒去嘛 還沒有去 還沒有去 還沒有什麼好分享的 還沒有好分享的 對 還沒有什麼好分享的 對 這邊去紐澳 紐澳之旅 哦 所以年底的話 欸 是夏天耶 那對 剛好南半球是夏天嘛 所以天氣比較好一點 哇 那加上 呃 我太太跟我本身 兩個人都蠻喜歡魔戒的 哎呀 你知道紐西蘭就是 魔戒的拍攝場地嘛 同時也是很多其他電影的取景地啦 那就有想說 可以去 紐西蘭走走這樣 那既然去紐西蘭 那就順便去澳洲吧 那種感覺就是有一個 紐澳之旅這樣子 意餒 欸我婚禮的時候不是有送你一個 那個project嗎 送你一個投影機 對對對 你你就 我跟你講 你就這幾個 這幾天啊 你就一天看一集就好了 你就趕快開始 把那個魔戒 把他到出發前 把他全部再看一次啊 啊 意餒 還有那個 還有哈比人嘛 對不對 哈比人冒險 對對對 對對對 加起來 大概20個小時內會結束 你就 你出發 距離出發還有大概4 5天吧 可以可以 一天看個一集 可以啊 完全可以啊 然後飛機上再看剩下 這樣子 或者是 你趕快先把那個 Netflix上面 全部先下載到手機裡面 這樣子 宰下來 對對對 哈 意餒 所以就是 第一個是旅行啦 但是第二個期待應該說 未來的半年也會非常忙碌 啊 算耶 對 所以 出差之餘啦 就是希望回來 家裡的時候 不要被鎖在家門外 這樣 死到哪裡去了 不讓你進滿家 拜託讓我進去 我好累 我要吃飯 出差 你知道 這麼常出差 那你可以不用回來啦 這樣子 旅館當家 你家就那裡啦 開玩笑 開玩笑 那只是說 對啊 因為工作的關係 會需要非常常出差 這部分就會是 算是要 請老婆諒解 對 請老婆大人諒解的一個地方 我那天 在親友 有人致詞之前 然後就是 我們上司 直接直接講 對 對 我們那個 上司致詞的時候 直接講 那一天 Dennis的上司 就是整個會場 一直在跟 Dennis太太 跟Dennis家人 去拜碼頭 你知道嗎 嗯 一直說 接下來會很忙 然後他接下來 他可能會需要大家的支持 請大家多多指教 我們會 我們也會 公司也會全力支持他的 這樣子 就是各種拜碼頭這樣 蠻有誠意 我覺得這上司也很有誠意 我蠻感謝的 對對對 對對 蠻感謝 上司這麼有誠意的 這麼挺我這樣 對啊 有好好的 幫我跟 拜碼頭 我家人溝通 對 有好好去跟我 太太跟我家人溝通 說拍謝啦 接下來會很忙啊 對 請多多 體諒一下 不過當天也是喝的蠻嗨的 所以就可能 稍微比較熱情一點 對對對 OK啦 なるほど呢 我應該沒跟你講 我應該沒跟你講 就是 其實當天啊 我們公司有兩桌 然後其中有一桌 是比較年輕的 所以是我的同期 對 他們的那一桌 有一起去After Party 然後另外一桌 就是比較 職位比較高的 那我想說 可能那個場合 比較不適合 在這麼你知道 吵雜 或者這麼年輕人 比較多的地方 我就沒有安排他們去 20回這樣子 After Party 但是呢 他們自己就去After Party 那一群 就是你知道 我機上門 就自己跑去 那個車站南邊的 Izakaya After Party 到晚上六七點 這樣子 晚上六七點 所以從中午結束 就開始喝到晚上 對 他們中午兩點半離開之後 移動到Izakaya G95三點 從三點再繼續喝到六七點 之後去吃拉麵 才翻揮 厲害 日本的叔叔 厲害 我覺得超好笑 我聽到的時候 我覺得 罵罵 SASGA 就是 不愧是我們家的 真的 就是我們公司的 就是你知道 頭頭們這樣 真的 就是愛喝 就是愛喝 就是 欸 你不找我去 20回聯繫 我自己去喝 對對對 沒錯 很有趣 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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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光問我 はい 問 來 那 就來問你一下 問Green說 你現在交了 女朋友了嗎 對於現在 未來這一段 感情 有沒有什麼 展望期待 我其實 原本在想這一段的時候 我現在 我錄完之後 我才有一點 違和感 就是說 哇靠 我在結婚的 討論完結婚主題之後 討論我 交女朋友的事情 這個重量不太一樣吧 呵呵 你沒有 就是你現在 就是挖坑給自己跳 你沒有發現嗎 哦 你這挖了一個 很深的坑 哦 就是 你這 答案有沒有 答案就擺在你前面 你要不要撿起來而已 哦 ok ok 你在結婚的時候 聊戀愛的期望 哎呦 很敢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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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你敢寫我就敢聊 你知道嗎 我沒想那麼多 但是這一點我覺得蠻 讓我覺得蠻 應該也是我最大的轉變之一 就是我以前其實不太跟 我沒有跟自己的另外一半討論過 我結婚這件事情 都沒有好下場 嗯 對 但是 因為 Dennis 的婚禮這件事情 我其實有 跟我女朋友其實有 從我們認識之後 他剛好去參加他的婚禮 然後我也參加我的婚禮 因為剛好我們都是這個年紀附近的人 然後就開始 會碰到這個話題 然後 我在跟他一來一往的過程當中 我順便跟大家說 我跟我女朋友是 書信 我們一開始認識的前期 我們非常頻繁的用email 就是聊天這樣子 我這個話題 我們要找一個時段好好在聊 下次 重點是我跟他聊天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 我可以跟這個人 討論很多很多 我以前沒有辦法沒有機會 但是想要聊的事情 聊人生規劃 聊婚禮 我們參加婚禮的時候 哪些事情是開心的 哪些事情是有趣的 哪些地方是感動的 那就覺得跟這個人的 很多事情都可以互相分享 所以對於未來的期待就是 其實我們兩個人都是公時非常長的上班族 但是跟大家往中我們發現 你平常累的時候 如果你身旁還是有一個 能夠跟你一起分享事情的人 就算只是聊一些很無聊的小事情 你那一天的疲勞 你那一天的努力 你那一天發生的鳥事 其實你心中都會有一種 我今天的努力值得了 我今天的努力值得了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撐下來 我活到了這個晚上 我可以經歷這麼有趣的事情 它會變成你生活的動力之一 所以期待就是接下來生活中 能夠有一個可以跟自己持續維持 分享的夥伴這件事情 就是自己最親近的人這件事情 我會有一種 我想要跟他一起體驗更多事情的期待 我也是第一次把他介紹一次 介紹給這麼多朋友 這樣比較方便啊 不是比較方便啊 就是你知道 不用接很多次嘛 就是一次就是 全部 各位 這是我女朋友 謝謝大家 來 各位來 不好意思 就是你像敲酒杯一樣 感覺 不好意思哦 有一些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 超煩 這是我女朋友 在別人婚禮上面知道自己女朋友幹嘛 超白目 哼哼哼哼哼 以為你要至辭 以為你要至辭 這新郎新娘 不是 大家你們有看過我女朋友嗎 在這裡 這是我女朋友 謝謝大家 沒了 對謝謝她沒了 新郎新娘傻眼 傻眼 What the fuck is that 嗨好笑 嗨就是這個樣子 也期許啦 對啊 我也非常開心就是你知道 就是另外一半是如此開朗的一個人 非常好笑處 對對對 你知道笑點非常低 笑點很低啊 我跟你講我跟我女朋友就是 其實我們我去連倉的時候 就是跟我女朋友一起去的 然後那個時候有跟Dennis跟Dennis 太太我們四個人一起吃飯 我們整個晚上就是我跟我女朋友 在看Dennis跟Dennis太太 在唱雙簧眼相聲你知道 然後我跟我女朋友從頭一直都在笑 我們回去的路上也一直都在笑 我覺得我們就只是你知道 普通在你知道半嘴鬥嘴 然後就是Green跟他女朋友 就好像在看什麼有趣動物園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對對對 快樂動物園 因為我跟 後來我跟他走回就是民宿的路上 我們就一直在聊 你跟你太太互動的事情 我們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你一直在挖坑跟太太鬥嘴 罵罵罵 然後太太一直在跳坑跟你鬥嘴 罵罵罵 一個話題快要結束的時候呢 你又開始挖了下一個坑 讓他跟你鬥嘴 罵罵罵罵罵 我們日常生活 所以就是 因為我跟我女朋友是 很多事情都是坐下來好好講那種 那種感覺 我們不太鬥嘴 所以看到這種就很新鮮你知道嗎 就是哇靠 他們兩個一直在鬥嘴 太好笑了吧 對於 對於 那特別 SP 第二集 其實也是 真的是2023年最後一集了啦 不會再有 在有SP第三集了 沒有沒有沒有 不會了 沒有了 所以在這邊 真的也 感謝大家這一年的收聽 2023年的收聽 也希望大家有一個非常好的2023年 只要對於Green還有Dennis我來說 我們這一年真是經歷了非常多 也從 我自己本身也從 一個人的身份轉變成 一個家庭的單位一個身份這樣 那也很開心 能夠有各位的陪伴 就是我們能夠做節目這樣持續產出 然後 聽眾我們可以持續給我們回饋 那 2024年 也請大家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2024年的節目開始 我們會開始好好的來 回覆大家 沉睡在 本山以朗恰恰化信箱裡面的投稿 申請討厭 真的 我真的太期待了 真的 申請討厭 反正 就是我們會在 節目當中慢慢的回應 所以大家 也可以期待一下這樣子 對對 大家可以繼續留啦 我們會繼續再回覆 繼續留 對對對 我們收到蠻多有趣的報告 跟一些蠻有趣的問題 也值得很多 很多值得深層討論的問題 所以 對 請大家再 期待一下 齁 這樣子 就這樣子啦 好啦 那 上架的時候應該是12月27號 那 感謝大家2023年的支持 然後也祝 提早祝各位 就是一個新年快樂 耶 對 跨年快樂 跨年快樂 耶 那我們就 第16季再見了 沒錯 對吧 第16季 因為很忙 所以還是會維持雙招根 沒錯 好嘞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 歡迎到我們的 Instagram搜尋 本山野狼 阿拉薩亞路 對 我們都會 努力的每天在上面 早安動態 我最近都沒有早安動態 有啦 還是有啦 還是有啦 對 感謝大家的支持 請大家多多指教 我們2024年再見 那就這樣子 嗨 那 之後我們就告一段落啦 我是Green 我是Denis 你現在聽到的是 陪你一起搬婚禮的好朋友 本山野狼 阿拉薩亞的喔 我們下一季 明年 再見囉 大家 掰掰 希望明年我的聲音就好了 明年聲音還不好 都太久了吧 也是啦齁 好 好